您家的社区公共设施有人维护吗 楼梯间的杂物是否有人能与住户沟通处理呢 平路县政府城乡发展处办理媒体查序 分享公寓大厦成立管理委员会的好处 呼吁尚未设立管委会的老旧公寓大厦 成立管理组织提升居住品质与安全 楼梯间堆杂物 楼梯间是公共场域 它堆了杂物那谁要去管理 那该怎么管理 这个我想都不是这个公寓大厦里面的个别住户 有办法来这个处理的 那这个时候就会需要管理委员会来协助沟通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大楼管理委员会的成立 让我们的这个公共安全环境卫生 都能够获得比较好的保障 那进一步呢也希望这个公寓大厦里面的住户 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环境跟社会 县福表示公寓大厦应该要成立管理组织进行自治管理 社区公共事故有主要负责执行维护的对象 对整体住户居住环境提升更有帮助 为了鼓励在民国92年1月2日前取得建造 但尚未设立管理委员会的公寓大厦设立管委会 县府推出老旧公寓大厦成立管委会补助计划 今年11月30日前完成首次报备最高可补助3万元 目前符合我们这个所谓的阴森报也就是六楼以上的公寓大厦 大概还有这个58栋 58栋是这个阴森报而未申报 做公安申报 那这个其中呢 已经有四户透过我们这个机制 纳入我们的这个辅导 那希望可以尽数的成立管委会 那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这个机制 让剩下的这个54栋公寓大厦能够尽数来成立管委会 让我们这个公共安全的疑虑都能够降低 县府表示 为增进大楼的居住品质 以及提升老旧集合住宅大楼的公共安全 包括大楼自主更新老屋渐渐 原有住宅无障碍设施改善补助及耐震能力阶段性补强等 政府最高补助上限450万元 另外现行公寓大厦需进行公共安全检查 申报频率一楼层高低有所不同 16层以上住宅每两年申报一次 8至15层的住宅每三年申报一次 6至7层的住宅每四年申报一次 若未设管委会住户除难执行公安申报 也会导致老宅修缮补助申请陷入困境 县府呼吁尚未成立管理组织的老旧公寓大厦 把握补助机会 尽速设立管委会来维护社区环境与安全 记者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